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高航安被判刑的话 一审有罪的话 他就必须要停职 那副市长代理的话 也只能够代理到12月25号 就必须要由中央来任命代理市长 指派代理市长 那中央很有可能指派的是 民进党籍的嘛 甚至有人说 有没有可能是阳明交大的 法律系的教授林志杰 他形象也非常清新 之前也选过立委 虽然没选上 他有一定的支持度 而且林志杰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不断在跑基层 我前两天还遇到他 他并没有说 那个选完之后就结束了 很多地方的活动 他积极的参与 如果他当了市长 做得不错 两年后 可能就直接就选连任 等于是民进党在新竹的 一个新的明星嘛 对 因为他也有全国知名度啊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柯文子最不能接受的啊 我怎么可以把新竹试试试 我本来是我的盘宗孙 现在被民进党抢去了 所以我认为啊 当然就这个高宏安来讲 他一定是负于顽抗 他一定不会自己持 他不会自己持 对 因为我持了我什么都没有啊 他也期待就是看 二审可不过关嘛 但是目前来看 二审要在 今年的12月25号之前 判出来 我觉得几率是不高的 所以到最后啊 到了大概12月初的时候 如果二审没有出来 那柯文哲一定会逼高宏安 你就持 你不持 用各种方法逼他 甚至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民众党 内斗非常厉害 连当初跟柯文哲一路打拼 从台大医院地下室的 这个叶克摩 跟他一路奋战到底 然后当选台北市市长 然后后来呢 说这辈子最希望看到的 柯文哲进入总统府的 这位我们他的幕后英雄 蔡壁如 蔡壁如 一样被拔掉啊 就是他的硕士论文啊 所以刚完也有可能就被逼退 但是一方面柯文哲也要背图 他的人选 可能是他的妹妹柯美兰 甚至是他们党内自己的黄国昌 对 所以我不需要讲民众党 内斗是刀刀剑骨 那我认为 这么多年来 柯文哲 你看嘛 他跟这个 他自己的 人马都几乎人去镂空 大家互相内斗嘛 所以高宏安也不太的嫡系啊 高宏安实际上是 走的是 郭台铭的路线嘛 走的是这个 杨文科的路线 走的是薛明治路线嘛 跟柯文哲没有太紧密的关系嘛 即便他们礼拜天见面 也是貌合神 你礼貌上握个手而已嘛 所以我认为啦 他一定会用各种方法 逼迫 这个高宏安辞职 然后不管是 黄国昌也好 或者是柯美兰也好 对他来讲 都是他的 都是他觉得可以 去进会 入主新竹市政府的一个市长嘛 黄国昌现在也知道嘛 台北 新北市长没有机会了嘛 对 那与其 新北没有机会 退而求其次嘛 那新竹 去选新竹 那新竹 我们知道也有很大部分是理工男嘛 这个都在科学园区上 可能有些充分 有充分很多嘛 所以我觉得黄国昌 当然他信心 信心十足嘛 黄国昌如果想选新竹 可能要去拜访一下科吗 对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民众党里面 就会掀起一个茶壶风暴 因为这个邱成远 现在是代 是副市长啊 那如果今年 这个等一下 如果说明后天判决出来 这个高昌安停职的话 他就是代理市长啊 他等于掌握了整个市政嘛 那高昌安等于 完全没有任何球马了吗 只能任人宰割了吗 人家叫他退 他也逼得他非退不可 他有多少把柄 在科文哲手中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 高昌安要小心的地方 那甚至就是说 如果他被开除党籍了 他现在目前 已按照他们的规定 他如果被开除党籍 他就不可能 他也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说 民众 邱成远也好 黄国昌也好 柯美兰三方要争 那到时候 一定也是厮杀的 非常惨烈 所以我觉得 对于柯文哲来讲 他就是一定不能把 这个新竹市 让给民进党 是的确 我们看到整个的新竹市政 在高宏安市长之后 到底会出现一个 什么样的变化 关于你怎么观察 因为很明显 民众党大概就不愿意 落入民进党之手 所以开始会怎么样的 一个铺牌 逼高宏安 然后派自己的妹妹 或是甚至派黄国昌 之后 但只是说 这个对民众党 对于柯文哲来说 新竹会是像他们的 盘宗孙 是他们的肉 这个所谓的肥水 有办法掌控住 然后不让比如说 国民党抢去 或者民进党抢去吗 我对于新竹 接下来的局势看法 跟刚才几位来宾 有一点不一样 我从两个角度看 高宏安的党籍 跟高宏安的市长职务 这两个层次来看 会知道民众党 现在跟他分别 在想什么 首先第一个 刚刚把小玉姐 秀的那个 所有他们的党的规定 等等 关键在处理一件事情 就是高宏安 就算一审被判有罪 今天本来要判的 他也不一定 会被开除党籍 而这一个事情节轻重 掌握在谁手上 不是法官一审的 在柯文哲手上 因为党的新的规定 他叫事情节轻重 决定是要把它停权或开除 停权就是没事 开除就是有事 那为什么要给 那你讲到重点 这谁能改 柯文哲 对不对 柯文哲议制 不然谁敢去改 对柯文哲议制 而且决定到时候 是认定的标准 都是柯文哲 那我们所以要讨论是这个 为什么高宏安的党籍 柯文哲要捏在手上 我认为跟高宏安 就算他被抓去关 就算他被解职 就算他被停职 他的副市长 还是对于新竹市 是有实质影响力 所以刚才重要跟那个问题 我先回答 我认为 高宏安不是完全没筹码 今天无论是2026年的 新竹市长选举 或者是高宏安真的 后来必须要被迫 补选新竹市长 现任市长跟他的团队 绝对还是有影响力 如果民众党 按照过去的标准 就把高宏安开除党籍之后 高宏安可不可以跟蓝的合作 可不可以跟郭台铭合作 我不是你民众党党籍了 你当时提了柯美兰关我什么事 我是现任市长团队 你把我开除我刚好放飞 我就不甩你民众党了 我当时合作联合 也许有一些我要安排的人 我底下局处首长 我的人马 跟未来蓝营跟甚至郭台铭 都可以谈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留在你民众党 反而把民众党可以聚于门外 所以假设柯文哲看的是 这个党籍的态度的话 那很清楚 那就是希望高宏安就算未来有事 你还是民众党籍的 你还是要服从这个党的规定 我觉得这第一个我要谈的层次 第二层次是市长的职务 今天大家在传说什么 蓝白在逼宫 要高宏安持 我认为不会发生 我认为不会发生 为什么 此时此刻要高宏安持 请问民众党选得赢 这次补选吗 不一定哦 绝对不会啦 很好打嘛 这个是蓝的要拿回来 绿的要赢下来的话 蓝绿都会打一个嘛 22县是倒数第二名 只赢谢国良 然后一个上任一年多 就被抓去关的市长 怎么选 就白银可能全盘皆输 一定全盘皆输 所以这个时间点 尤其是他任期未满两年的状态下 他一辞马上要进行补选 在一个官司缠身的市长 状态下 民众党大力推荐 柯文哲大力推荐的一个高宏安 你怎么能够确保 这个新竹市赢下来 所以我认为不会 就是新竹市长 他高宏安绝对不会辞啊 他如果辞了 除非就是我刚才的推演 就完全不对 不然我完全无法理解 对高宏安或对民众党 有任何的好处 好 那现在为什么要放这个话 我认为蓝营放的 集体比较高 蓝营喔 对啦 因为蓝营就想 蓝营想吃这块肉 蓝营想吃这块肉 蓝营民众党这些人笨笨的 可能政治算盘没有这么的精炼 要不然就放一下说 蓝白希望逼宫高宏安 高宏安如果真的 鬼迷心窍了 或突然之间官司缠身 没有想清楚 真的就辞了 国民党机会就来了 所以我也老实讲 这个政治判断 我当然很讨厌高宏安 可是民众党只要有一点头脑 绝对不会让高宏安辞的 是 我们看到真的是 在高宏安之后 的确是各方的势力 现在是虎视眈眈的新竹市政 那明远的观察 因为高宏安显然现在的筹码 在于说 柯文哲应该也不敢跟高宏安撕破脸吧 因为撕破脸对于民众党 对于他之后的铺牌 完全没有好处 确实啦 但是还是要看官司的宣判 现在官司对于民众党来讲的话 当然他们的如意算盘 就是说如果只能 只判伪造文书 就不到停职的标准 你太轻了吧 伪造文书 跟文章文书看起来 这个成立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他现在就是助理费低薪高报嘛 你这就是福报加班费啊 整个案子就是从福报加班费开始 如果是伪造文书 那些被关的议员呢 对啊 就不公平啊 对 好 那所以就说伪造文书 这一块看起来 这个说 判刑的机会非常大 那当然就是对于民众党就不乐见 就是贪污这一块 贪污这一块 我们用比较法律轻松的 术语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的低销啊 低销就七年起跳啊 就是一定是七年开始嘛 对不对 七年七年往上 那所以说 而且那个你贪污自罪条例 你的贪污罪一旦被判刑的话 那一定是停职的 那民众党就不用完了 如果高宏是这样被判 可是我必须讲 我们就回过头来 这个案子 为什么大家关切是说 到底高宏有没有可能 这个贪污罪被判刑 大家现在包括律师 还有前法官 认为机会是非常大 为什么就几个点 第一个他福报加班费 这个一定有 第二个就说 再帮大家回顾一下 他的助理费是留回公积金 也就是所谓的零用金 而且他的这个回流 是当事人都不愿意的 因为当事人都觉得说 我是被强迫的 而且最重要是说 这个案子 他的四个助理当中 三个主要的主任 像小兔黄卫文 陈幻宇跟陈玉凯都认罪 他只有一个公卫文 王玉文不认罪 而且大家都是说 我是心不甘情不愿 我是被强迫回捐的 最后一个 就是说你这个公积金的 这个零用金的这个账户 是谁来保管 谁来支用 虽然是小兔保管 可是不要忘记 他还是都是由高宏安 你要签和 用的都是高宏安 高宏安对 一户两户 都非常非常的在意 人家看账看非常的仔细 还有啦 就我们之前讲很多嘛 我们讲了快大半年 什么双眼皮贴啦 他自己的书啦 高铁票啦 洗头啦 吃东西什么的 通通都是 都是基本上是私用比较多 好那整个案子 就是大家回顾 回顾起来 我就是只要讲两个态度就好 第一个 对于这个案子 民众党有没有全党提议人 从上到下 没有耶 对你看柯文哲 昨天 又要再把这个 吊虾拿出来 他昨天只关心什么 只关心流量耶 只关心 他说他在吊虾 他昨天跟那个 跟他的那个 陈士轩 这个新北市党部主任 他只关心两件事 第一个他关心流量 第二个他关心新北选举 他从头到尾 要宣判了 要宣判了 他高宏安一个字都没有讲 甚至大家还记得 他柯文哲跟高宏安 跑到新竹去 两个在庙里通胎 司法案件一字都不讲 几乎没有互动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 最会看风向的黄国昌 讲到高宏安 讲什么 他自己必须要立正 自己的清白啦 自己要捍卫啦 讲到杨文科 哎呦 只是徒利不是贪污啦 差很多 林国成昨天讲什么 林国成最瞎 讲到说 那个法官 有良知的法官 大概只要判这个 什么伪造文书 判诈欺 这个就比较 这个就比较合理 你说鸡蛋你挑骨头 对我想说林国成 你在讲什么啊 你的标准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你要看 全党上下 并没有挺一人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看 高宏安 就是说 连民众党对他的官司 都没有看好 而且我们刚刚上 一大部分都在讲嘛 都在讲说 他已经后面的政治铺牌了 所以也就是说 所以柯文哲只能跟高宏安讲说 你多吃了一块蛋糕 对 气息很好 这看起来两个人非常陌生 他看起来他也了然于凶 那对于就是说 你与其在那边 帮高宏安捍卫他的清白 你不如赶快去铺牌 你后面要谁来接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比较实际 千万怎么观察 因为后续 高宏安现在营造出 弱势弱者的 营造那种 就是说蓝白对高宏安没有信心 不如带一个要辞职的风向 逆转对他的质疑 所以高宏安现在的筹码 还有多少 再来现在在新竹市的台派 今天出现的很有创意的梗 他们要举办大半桌的活动 虽然是台风 但是照常举办 让人家眼睛觉得 非常有趣好玩的是 蔡明竟然是完全按照 高宏安贪污的一种行径来命名 对 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竹市的 政治的氛围 这个我们讲说台派的部分 跟蓝白的部分 是呈现完全两种不同的气氛 那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第一个 我先讲这个蓝白的部分 对于蓝白来讲 为什么在高宏安这件事情上面 你会发现就是说 有人在放话 而且在放话的人怎么说呢 放话的人逻辑非常的有趣 那整篇的新闻内容里面在讲说 对高宏安来讲呢 就是要争取在政治上的同情 只有政治上的同情 所以呢 才能让他政治生命可以延续下去 但重要这就是问题的嘛 你如果判决判下去就是有罪的话 请问叫做政治生命 你争取再多社会上的同情 请问他的用处在哪里 如何同情啊 是嘛 而且最现实的问题就是 如果高宏安是被判有罪的话 那他遇到停职的状况 请问对于民众党跟国民党 还能继续合下去吗 问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假设高宏安没有要继续当市长了 那高宏安本人比较主意说 假设是邱成远替他 接下去当代理市市长 当代理市长呢 后面还有一票人跟着他 问题是在于说 对国民党来讲 布局这个新竹市市长选举的 这时候要让吗 这时候要让吗 不会让啊 怎么可能让 是嘛 因为上一次的蓝白河 有他客观的条件形成蓝白河 而那个人是高宏安 才会形成蓝白河的状况 如果你民众党出来的人 没有那个条件的话 那为什么国民党一定要跟你合 国民党的人自己选就可以了啊 所以你可以了解 你可以看到在国民党这个地方 这么多人想选 所以这些人最希望什么 最希望高宏安呢 你就退了嘛 你就退了嘛 你退了之后呢 他们就要考虑一件事情嘛 时间点很重要 什么意思 如果高宏安退了 你去想一件事情 高宏安退了 但是代理市长这个邱成元呢 他就代理代理代理 但偏偏高宏安到三省定宴的时候 如果他撑不到2026年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撑不到2026年的话 那这个代理市长在2025年就会中断 然后改由这个现在的中央去派代理市市长 派代理市长的话 到时候行政资源归哪边就很难说了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这个选战不见得好打嘛 但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不如高宏安辞一辞 辞完了之后呢 直接进行补选 那中央代理的时间不用很长 你马上进行补选 一补选下去呢 对国民党来讲 是有赢的机会 不是没有的嘛 因为国民党在新竹市 有一定的基本盘嘛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蓝赢的机会 放这个话的机会相对是高的啦 那对于这个民众党来讲 这个时间呢 放这个消息出来呢 希望高宏安可以之所进退 也是正常的 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嘛 因为尤其两边 现在想法看起来有落差 你站在你政党发展角度思考 高宏安是站在他个人的角度思考 各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对于高宏安跟对民众党来讲 两边的出发点不一样 这就是蓝白现在比较头痛的原因 但是对于这个新竹市的台派来讲 这个时间点要干嘛 就是支持台湾的政权 要能够稳定嘛 在国会的扩权改革 就让他们反弹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到在新竹市这次 他们有办这样的一场 台派大半桌的活动嘛 那台派大半桌办在新竹市 当然有个很大的主题 叫做高宏安嘛 所以各位看这个菜单 今天台风天呢 风雨无阻人就要半桌 风雨无阻人就要吃饭 这个菜色呢 大家看到这菜色呢 都跟高宏安有关系 就一道一道看 他是 我听说他是办在新竹市的嘉兴楼 这间餐厅办在嘉兴楼 坦白说这个地点 有没有挑过 这个让我打个问号 为什么 因为嘉兴楼就在柯妈妈家附近 真的哦 这边就在柯妈妈家附近 听说柯文哲的家人呢 柯妈妈也很常到这边来吃饭 然后办在这个嘉兴楼这边呢 你看第一道菜叫做白雪公主北菜肉 白雪公主北菜肉 白雪公主在讲什么 白雪公主讲的当然就是 这个韩国鱼不是说高宏安长 像白雪公主一样吗 所以他第二道菜叫做一身白雪韩国鱼 那当然这个一身白雪韩国鱼 其实是清蒸游林鲜鱼 所以这个菜名呢 都是跟高宏安的事情有关系的 那第三道菜就有意思了 第三道菜叫做土勒土勒打虾球 土勒土勒在讲什么 在讲高宏安在挖棒球场的时候 不是一直要土土土吗 一直要挖土挖土再挖土 所以他有个错号叫挖土机嘛 因为在那边一直要挖土嘛 就挖土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办法告诉新竹市市民说 到底你挖的土跟那个棒球场 什么时候正常使用有关系嘛 然后第四个是 这个叫回建筑损失满移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字 第一个叫回建筑 对不对 回建筑就是高宏安的透过他 应该说他的男朋友 用套房价格租到了回建筑 然后高宏安跟着一起去住 那就是回建筑争议 那满移是什么 满移当然就是 把回建筑租出去的那一位 全国都在找的阿满移嘛 所以叫回建筑损失满移 那再来有一道菜叫做 剥皮助理贪污机 那这剥皮助理贪污机呢 其实是剥皮辣椒污谷机 但为什么用剥皮这两个字 意思就是你科代助理嘛 你对助理不好嘛 你很多钱都是用助理来付来出嘛 包括你什么双眼皮贴的钱嘛 所以这一道菜呢 他们就刻意把它列进去 然后另外一道菜叫做 球场姑姑炒青花 球场姑姑炒青花 则是什么 当然是新竹市棒球场的案子 因为各位不要忘记 新竹市棒球场 自从高宏安去说 那个东西不能打球 然后去挖土挖土挖到现在 对于那附近的住户来讲 我告诉各位 新竹市棒球场到现在没办法用 最困扰的是 在那边做生意的店家 你知道在我们小时候 那附近做生意的店家 还不少 结果你现在没有球场了 对他们来讲 会不会造成人潮上的损失 會 所以他們把這道菜 球場姑姑炒青花給列進去 然後呢 最後一道菜呢 這個是最尷尬的 叫做土城飯後沒水果 到土城去 土城的餐點過後 是不是沒水果 這個小弟沒有去過 不知道 但他們把這道菜放進去呢 顯然他是在暗指說 高宏安的訴訟 可能會有牢獄之災 那當然訴訟怎麼判 這個是由法院來判 可是把這道這些菜呢 都列到裡面去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場台派大辦桌 高宏安在新竹市 以及對於他們的意義 真的非常重大 面對民眾黨內貪污的問題 高宏安即將被宣判 那柯文哲未來 還有政治舞台嗎 來 美宇你的了解 因為現在包括日本學者都說 柯文哲去選台中好了 然後他自己就想說 應該是什麼什麼台南或高雄 然後他在接受媒體人 黃偉翰的訪問的時候 也說盧秀燕不能連任 選台中才是正辦了 那老實講 因為他最近的狀況 那台北市未來的這個案子 可能還會被調查 那柯文哲真的還有政治前途 還可能去選所謂的各縣市嗎 各縣市這些民眾 能夠接受這樣的柯文哲嗎 坦白講啦 就是各方都是先幫柯文哲 在2026先鋪排 可是大家都 那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你這個拖太久 你因為這個時間沒有舞台的話 那這個就是說 先幫他想一個舞台 可是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奇怪啦 不管是要選台中台南高雄 可是我個人會覺得說 好那如果真的被你選上了呢 那你2028呢 你要直接宣布說 我放棄2028 我就直接 我當了首都市長之後 我再去當其他的直轄市長 沒關係嘛 那不是不韓國約後纔 對 是要這樣嗎 還是說我要代職參選 因為如果你去當了台中台南或高雄 那你是不是要代職參選啊 2028他不會放棄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大家急著幫柯文哲 在2026先找工作 我個人是認為比較奇怪的一件事啦 因為事實上大家知道 柯文哲還是有心挑戰總統大位嘛 除非大家說 他現在就直接放棄 那你2028你的立委怎麼辦 好那第二個啦 你大家幫柯文哲找工作 當然唯一的目的是說 擔心他 就是說現在開始一直到2028 還太久沒有舞台 因為他現在聲量整個已經消失了 對 好不好意思 我今天又要再拿這張圖來講 因為他昨天真的去掉蝦 昨天跟陳世軒去掉蝦 對 那他只在我講過了嘛 他只在意兩件事嘛 一個是選舉 一個是聲量嘛 他聲量他自己直接問陳世軒說 那這個同一時間啊 黃國昌跟館長在做直播 他就關心說 那他們的聲量怎麼樣呢 就後來赫然發現說 黃國昌跟館長那邊 在線人數是6000多 就他這邊只有600多 十分超過十倍 差很多啦 說實在的 你柯文哲 我覺得也不能是說 柯文哲他整場真的沒講什麼 他只有真的只講一個新北市選舉 他的目標是放在說新北選舉 希望可以突破 可以成立黨團 那他市長也沒有選 也沒有講 什麼都沒有講 所以誰要看你掉蝦 你今天講到什麼都沒有人要看了 對 來我補充一下 因為柯文哲說 他這個2026的新北市長選舉呢 選營這個每一區呢 都有議員在市議會呢 建立一個民眾黨團了 然後台中市長呢 是正在找人參選 他說找得到就選 不過呢 一降難求啦 沒有當過議員立委要選市長 很困難 然後他還說呢 希望不要為選而選 一定要具備一定的實力 我覺得仲將有情有意啦 要把柯文哲 誰講的話先幫他講出來 所以他就只在意選舉跟聲量 那我補充一點 他剛剛你剛剛講說 那個台中找不到這個 找不到人出征嘛 所以那個黃偉翰 才有小立元 就講說 那你就柯文哲自己御駕親征 那黃偉翰他去拱他選台中 也有他的理由在啦 不是說黑白黑白點名啦 他就舉了五個理由嘛 第一個他認為說 你台北跟新北 目前看起來 你已經有黃三昇跟黃國昌了嘛 那所以就說 難道你台北市 你要回鍋再選 還是說你要跟這些人拼初選 這是不可能的事嘛 第二個他認為說 你柯文哲在自己在台北 還有新北的選票 得票不漂亮啦 台北你只有23 新北你只有26 但是但是他在這個台中的部分 得票也還不錯 有破30 所以他覺得台中也許他有機會 那另外在桃園的部分 因為你有張善政要尋求連任 那台中的部分的話 因為盧秀燕已經戒滿了嘛 所以你看起來 你對手沒有現任優勢 所以他覺得有機會一搏啦 那至於台南跟高雄 他覺得還是綠的機會比較大 柯文哲沒機會 所以以基本上幾個理由來看 他覺得如果柯文哲 你2026來挑戰的話 他覺得台中是還有機會一搏 那我必須講啦 我覺得現在是幫柯文哲找工作 那柯文哲現在也樂得 去附和這些事情 人家幫他點名 他就也在那邊講 我認為第一個是聲量 那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 他叫轉移交點 他最近的那個狼師 台北市的那個幼兒園 他被罵爆了 你看他自己還講說 道歉沒有用啦 可是大家都問 這個案子已經這個八天了 他現在沒有道歉 人家講萬安至少還有鞠躬道歉 他連道歉都沒有 可是現在今天 從昨天開始周刊踢爆最大的重點 是在你的這個市長的主政任內 你非常的怠惰 你是怠惰在前說謊在後 你明明就開了一個擴大會議 但是經過50天之後 你的教育局後來就吵吵的說 你連這個狼師 你都沒有去調查 等於是放任他造成更多的女童受害 對 如果說你要是你積極一點 你有作為 而不是說開了擴大會議之後 然後這個完全什麼事都不做 然後最後你隔了一年之後 將近30個女童受害 被拍了600多部影片 你連一句道歉都沒有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現在 如果說你連這些民眾都照顧不到的話 你還想要選總統大位 我覺得大家才不會支持 的確啦 因為這個柯文哲是有執政過的 所以大家就會去檢視你的執政成績 那如果你的執政成績 是如此的這樣的糟糕 完全不負責任 現在還說什麼 道歉是最廉價的 是最簡單的 原因是連道歉都不願意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再去選 不管是台中 台南 高雄 誰敢選給你呢 那冠婷怎麼觀察 柯文哲現在還要去奢想 所謂的政治前途跟舞台嗎 因為一個巴掌拍不響嘛 這個事情柯文哲的陣營 一定有人在審慎評估 不然會不會有這麼多的新聞 一下子討論他在選台中 一下自己講台南高雄 一下大家討論 有沒有可能各個縣市 好像他居正的好好喔 他可以到處選 他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他在台北市長任內 就是讓六都的民調來講 就是六都最後一名嘛 執政成績不好 就是柯文哲 其實不需要任何縣市首長的資歷 選總統 他過去當過直轄首長了吧 而且是六都的首都嘛 我跟大家講 如果今天是一個沒當過直轄市長的人 要選總統 有六都市長的歷練合理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選舉政治的結構 你當到六都的首長之後 問鼎總統 是合情合理 很多個總統參選都是如此嘛 可是柯文哲 他現在最重要的一個點 除了台北市過去執政不好 鍾翔哥講這個以外 有另外一個更關鍵的點 他需要舞台 他在現在最大的一個教訓就是 當這一次的民眾黨 他不是在民眾黨提名的不分區立委之列 他只是黨主席 你看到剛剛我們大家檢討的 他自己的聲量大幅下降 他自己在幾個重要的戰場上面 他沒有角色 結果他後來設計了一個 我一個禮拜去黨團開個幾次會 想說可以藉此 跟民眾黨的黨團有連結 有用嗎 沒有 主秀端是黃國昌嘛 所以柯文哲他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2026他不能沒角色 所以2026假如黃山山真的選台北 黃國昌選新北 柯文哲假如真的去選台中或南部的縣市 他至少可以打到一個有效的效果 這場選戰他不會完全沒聲音 選不選的原因是一件事啦 柯文哲現在最擔心的是 2026選完之後 2028的總統參選人他也沒有了 如果來問一個問題 黃國昌如果選新竹或選新北市 假設就算沒上 可是選得虎虎身風 選到聲量跟名氣跟民眾黨內的支持者 對於黃國昌的支持遠超過柯文哲 試問 2028選總統一定是柯文哲嗎 藍白就是要和 那個和的副手一定是柯文哲嗎 不一定啦 所以柯文哲現在表面上在那邊講說 我要選哪一都哪一都哪一都 其實他是要捍衛自己一件事 2028無論有沒有藍白河 無論民眾黨提怎麼樣的人選 我柯文哲是唯一的總統參選的人選 是他要的 可是維持這一個總統參選的人選 他必須2026無消風嘛 很難保溫啊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2026去選 萬一選得很難看的話 那等於提前奧子 對 對不對 提前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給結束掉了 更不要想什麼2028嘛 所以我們繼續沙盤推演嘛 講到這裡了 你不能選得太爛對不對 小立元等人的分析是 台中民眾黨的得票數跟得票率 相對其他都好 所以戰略考量他應該選台中 可是柯文哲自己講 戰略考量應該是台南或高雄 來我來揭曉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的戰略 是要求戰 不是要求勝 而且要選一個 他根本沒有人認為民眾黨會贏的縣市 所以就沒有所謂就這樣跟你講的 選得很爛的問題吧 今天柯文哲如果最後真的佔台南或佔高雄 選得不好有人會怪他嗎 不會啊 小草會說 本來就艱困選區啊 我相信選當然不會選得好 然後柯文哲成功的輔選 然後多少席的民眾黨議員 從兩席成長成十席等等 柯文哲還有戰功耶 所以從戰略考量 台南或高雄怎麼會去台中 這一句話 你就知道柯文哲他真正的心思是 2026刷存在感 2028選總統 這才是柯文哲的重點 柯文哲在2026如果下去選的話 唯一的好處就是可以為自己搭建一個舞台 到時候他又有聲量了 因為畢竟要去選那個縣市長 媒體又會去訪問他嘛 那現在除了柯文哲之外 黃國昌是也在搭自己的舞台嗎 昨天他跑去跟館長直播 竟然在談憲法法庭耶 來 范老師 他說我跟這個陳志翰 談這個憲法法庭 他說不可能完全宣告違憲了 否則他心中會全面的崩壞 然後就嗆說等這個實體判決出來之後 他會看憲法法 你用什麼理由 宣告哪個條文 違憲了 他說你以為我什麼事都不會幹嗎 我會繼續修 我修到你 沒有話可以講 他的意思是什麼 那修到不要擴權不就好了嗎 一般人哪有說法官判完之後 要找法官出來辯論的 沒有這種人嘛 那你問你 你這樣子去得罪大法官 說你來跟我來個憲法大辯論 那接下來 可能還有很多立法院的案子 要送到大法官會議 你不是已經給大法官一個不好的印象嗎 對不對 如果你的案子 法官還要再審 結果你在外面叫囂 跟法官辱罵 跟法官比擂台 要跟你單挑 那我問你 那法官你覺得你在幹嘛嗎 我覺得黃國昌有一個很奇怪 就是他就是 欲強則弱 欲弱則強 欺善怕惡 簡單講是這樣嘛 他看他比他強的 他不敢跟他變啊 他真正強應該在憲法法庭 那程序你不就應該要 對不對 力戰這個大法官才對啊 對啊 結果一開始講了一大堆有的沒的 大家後來被徐忠麗制止嘛 講了一些程序問題嘛 吳官宏子嘛 那就你要趕快講重點嘛 時間有限嘛 你任何地方不好好發揮 講一些程序問題 然後現在才說要 跟這個大法官 對KO之後 然後才來直播 嗆大法官 要直播在街頭上 來辯論 那大家覺得 為什麼 為何要如此呢 另外就是說 你看之前這個 這個很多人找他辯論啊 王毅川找他辯論啊 他不敢啊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他為什麼 就是他認為說 他辯不過王毅川嘛 可是他為什麼找大法官 因為他知道大法官不會跟他辯嘛 對 所以他就是四字挑軟的吃嘛 你不會跟我辯 我才找你辯嘛 這個氣勢很強 嚇咬咬咬 你敢來辯來辯 可是真的對於強的人 像王毅川 可能比他更好 反應更快的人 還有林淑芬 林淑芬也要跟他辯了 林淑芬也要跟他辯了 他也不敢啊 他都不敢接招 林淑芬也是這個反應很快的啊 當過多接立委 可是范老師 我覺得因為王毅川在直播當中啦 他說的那些話 我覺得已經有點 某種程度已經認輸了 他說如果說你這些 全部宣告違憲 怎麼他的世界會全面崩壞 這到底怎麼回事 感覺上心靈脆弱 出現小白兔了嗎 這不開一擊嘛 那我不曉得啦 接下來因為 現在這個國會無法的擴權法案 接下來還有就是 整個違憲 因為我們現在是暫時處置嘛 接下來可能還有就是 有違憲與否的辯論 那我不曉得他到時候 8月6號 大家請到好好表現 不要再說 時間準備倉促啦 來不及準備啦 對不對 對不對 趕快跟翁曉玲好好的沙盤推演一番嘛 讓大家耳目一新嘛 這才是不愧 你是一個康奈爾大學的法學博士嘛 你這個中央研究院 我們台灣最高的學術殿堂的 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員嘛 所以難怪他要去跟大法官這個 這個嗆聲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 有失你的這個 過去的學術的這個訓練嘛 所以我覺得啦 這個大家會覺得 真的請你好好的埋頭苦幹 這兩天剛好颱風架 就好好的研究相關的案情 對 不要在那邊街頭 要跟大法官辯護 大家辯論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的確啊 與其在那邊直播 那不如這個8月6號 準備好那個辯論庭嘛 這個辯營大家 讓大家知道 你的確是有這個法學的這個博士 這樣的一個程度跟水準嘛 那只是說現在我們看到 黃國昌現在還對於憲法法庭的 贊助分還是有點耿耿於懷 那國民黨呢 來聽他 怎麼好像都沒有感覺到 你們國民黨想要來捍衛這個 憲法的這個視線的部分呢 只是說這個黃國昌 他可能就要找大法官來這挑戰 感覺比較好 好像比較有哏 然後又跑去跟館長直播 那其實國民黨基調很簡單嘛 就是說過去大法官的意見 不管是吳宗憲 或是這個溫小玲委員 他們就要在8月6號 因為還有一個延遲辯論庭 如果你延遲辯庭 大家有不同意見 那未來你再去找一些梗 然後再去挑戰 我覺得不回過 所以國民黨的基調 是比較尊重憲法庭 8月6號的延遲辯論 可是我必須要講 其實台灣民眾黨 從剛才到現在 你有發現他最大的問題 也不是這什麼憲法法庭 也不是說柯文哲要去選哪裡 他最大的問題 還是新竹接下來的宣判嘛 可是你去看一下柯文哲 也沒有他的事了 為什麼 他去過了 他已經去跟他拜拜了 所以新竹的事跟他無關了 無關嗎 當然因為他已經去拜 他一定會說 我已經在前面 已經先去挺你了 我也是破壞者 我去挺你下一任的 你意思說之後 我就要準備我的人選出來 對 他已經 他就是在暗示嘛 而且我覺得柯文哲 也不太想要去介入這件事情 他不想要把這件事情 跟他離得太近 所以趕快丟出一個話題是 我自己也要選 我要去選台中 你覺得他轉移焦點 對 我要去選台南 我去選高雄 他一定是轉移焦點的 那可是我覺得 在這狀況之下 黃偉翰提到六點 我是偉翰給大家判斷 他是完全站在客觀的分析角度 因為台中 像國民黨 我們有江啟成 對 請問你柯文哲打贏江啟成嗎 對啊 會不會變第三 對不對 所以你們國民黨不可能讓 不可能啊 那台南謝龍健 你打得贏謝龍健嗎 我覺得一掰一掰 你不要覺得說 柯文哲在那邊拿走好票 就一定會贏 高雄你打贏柯智恩嗎 過去台灣民眾黨 在高雄提的人選 聲量都是個位數的趴數 所以我覺得你點這些 那大家會去下去檢驗是 搞不好你連國民黨這些人 林桃我覺得你看扁了柯文哲 完全看扁他 其實沒有 我只是想要苛責他 就是說你不要 完全敵不過我們國民黨的選將 沒有 其實你不要轉移焦點 因為現在你感覺就是 一步一步來 現在就是高黃岸的事情 那我覺得像我們就 會幫忙把這個司法的過程 來釐清嘛 可是你不是 黃國昌不理這件事情 黃珊珊跑去美國 柯文哲進去拜拜過了 都沒有在理 這是搞什麼事啊 不可能吧 所以我覺得回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還是 我還是要幫陳世軒講一下 原民眾好奔崩離析了是不是 對 那陳世軒他這個是首級 所以首級的觀看數 可以慢慢累積 可是重點是柯文哲 整個台灣民眾黨 正要面臨最大的危機 OK 民眾可能會有滅黨危機 現在外界在幫柯文哲 不管是不是找他的工作等等 現在都要面對選民 是不是能夠繼續支持你 然後黃國昌呢 國東哥怎麼看 黃國昌還是依然在上次的 憲法法庭被KO耿耿於懷 所以急著找人家直播 然後來取暖嗎 我實在不當然相信說黃國昌 一個法學博士康乃 會講出這樣子沒有司法常識的話 許忠利院長那話短短的格式 已經狠狠打了黃國昌一個耳光 他說不會有當事人因為不服判決 然後要找法官來辯論的 那個是最基本的一個嘗試 法官是聽兩兆在那裡辯論 來裁決誰贏誰輸 那叫法官 你找法官辯論什麼 不要講說找大法官 連普通法官 我們是三級法院 從地方法院 高中法院跟最關法院 你找任何一個法官辯論案子的話 都是笑話一種 因為黃國昌你讀法的 你難道沒有聽過一個司法用語 叫法官不語 就是法官嘴巴閉住 不能講話 法官不語的意思是什麼 我一切都在判決書上面 我的想法我的決定 都在寫在判決書上面 你們去看判決書 不能再找我來問 法官你為什麼這樣判 我們來跟你變成輸贏 沒有這種道理 如果說可以這樣的話 我看我們的地方法院 高中法院 天天都有人上 當事人去那裡找法官辯論 那天下大亂 對啊 每天都遊行 幾個牌子要跟法官辯論 所以他怎麼會講出 這麼沒有司法常識的話 連法官用語這四個字 司法界最有名的這句話 就是法官用語 你都沒有去體悟到 你可以去找館長兩個 去大聲講話 因為館長不是法官嘛 你們愛怎麼講 都可以怎麼講 所以人家打你這個臉 你要見好就收了 你不是要跟法 憲法法庭辯論 也是兩兆在那裡辯 給這些大法官聽的 不是大法官跟你在辯的 是大法官聽不清楚 不懂你的意思 他會問你 你再跟他講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個樣子 你的主張是什麼樣子 把你理由講出來 所以我說很多事情 觀眾對司法的了解 像這次高宏安的事情 我們補充說明一下 高宏安會判有罪不罪 會重判輕判 有兩個條件 法官一定要依據這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是什麼 就證據 一切的證據 是不是有齊全 證據不齊全 你就不能判人家 你證據不夠 你判人 第二個是什麼 當事者有沒有犯罪的動機 當時馬英九被最高法院 靜置判決 就是因為馬英九沒有貪污的意圖 沒有犯罪的動機 所以靜置判決 他沒有這個貪污的意圖 判他無罪 那現在高宏安 你有沒有 這是法官下 自由新政要依據的說 他這樣講了半天 他有沒有要貪這個 那他有沒有承認這個偽造文書 那當然也要承認 因為你把這個錢 那是助理的加班會 你把它挪用走了嘛 這個偽造書 一定是構成的 可是你挪用它目的是什麼 他想說我用的都是公物 那剛剛我們講的那些 什麼光臉皮啊 什麼貼啊 洗頭啊 那是買的那個是公物的嗎 法官要證明說 他那個是公物的 但是就沒有辦法